脑血栓 顾名思义是脑循环系统的动脉血管栓色 其形成基础往往涉及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 这些基础疾病的存在 使得血管壁承受着沉重的负担 日积月累,血管壁逐渐受损 最终导致血管阻塞,形成血栓 脑血栓是一种突发性疾病 其对身体的影响极大 往往导致严重的残疾和生命危险 目前,我国每年新发脑血栓的病例约为250万例 这一数字令人触目惊心 在急性脑梗塞期,患者的死亡率大约在5%至15%之间 而对于大面积脑血栓或脑梗塞的患者 其死亡率更是居高不下 康复率低是脑血栓的一大特点 即使患者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手术后的康复过程也可能留下各种后遗症 如瘫痪、失愚等 这些都会对患者及其家属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因此,脑血栓是一种致残率高、康复率低的疾病 我们应高度重视 早期预防和治疗 以尽可能减少其带来的危害 一、好端端的 为什么会有血栓呢? 一、血管内膜损伤 当血管内膜受到损伤时 如创伤、动脉周样硬化斑块破裂等 会暴露出血管壁的结地组织 并释放血小板粘腹因子 二、血小板聚集 血管内膜损伤会引起血小板粘腹病聚集 血小板释放血小板聚集素及其他活性物质 进一步促进血小板聚集 三、凝血因子激活 血管内膜损伤还会激活凝血因子 如凝血酶原、纤维蛋白原等 这些凝血因子在一系列酶醋反应的作用下 形成凝血酶 四、血管内皮细胞损伤 血管内皮细胞具有抗凝和醋凝两种特性 正常情况下 主要发挥抗凝作用 当血管内皮细胞受到损伤时 其抗凝特性减弱 而醋凝特性得到激活 从而促进血栓形成 五、血流减慢和血液凝固性增加 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如久坐、久站、长时间卧床等 会导致血流减慢和血液凝固性增加 进而形成血栓 二、哪些是脑血栓的前兆表现 出现五个症状要引起注意 一、哈欠不断 患缺血性的脑血栓病人 80%患者发病前五至十天 会出现哈欠连天的现象 二、暂时性语言障碍 暂时吐字不清或讲话不灵 出现失语、失读、失算、失血等言语障碍等 三、血压异常 血压突然升高达到200毫米拱柱以上 是发生脑血栓的前兆 血压突然下降到80毫米拱柱以下时 也是形成脑血栓的前兆 四、肢体以及情绪不受控制 如突然出现肢体振战 舞蹈或手足徐动 不明原因突然地跌倒或者晕倒等 反应迟钝、表情淡漠、情绪不易控制等 五、眼睛异常 双眼突然一过性地看不清 双眼球向偏贪侧凝视 一侧或双侧视力模糊等 三、血栓大户是肥肉吗 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常常归咎于肉质类食品 尤其是肥肉 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头号杀手 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要明确的是 肥肉并不是脑血栓的唯一大户 很多食物也是需要注意的 除了肉质类食品外 还有很多其他食物和油脂也会导致体内心血管问题 口口相传的俗语 病从口入或从口出 不无道理 许多疾病包括脑血栓都与日常饮食的不当密切相关 那么对于脑血栓患者来说 除了肥肉 他们还需要少吃哪些食物呢 四、血栓大户被揪出 是肥肉的五倍 医生提醒 常吃 血管或会扛不住 一、高盐食物 高盐食物是血栓的大户 经常食用会对血管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很多人钟爱各种腌制类食物 比如咸菜 腌制肉类等 虽然这些食物能刺激食欲 但却不利于血管的健康 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 人体摄入过多的那离子会导致血压升高 同时也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 从而对身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研究表明 摄入过多的盐会增加10.7%的中风死亡率 和21.4%的高血压心脏病死亡率 盐摄入过多会直接导致血压升高 这是由于那离子对血管壁的压力产生影响的结果 长期高血压会导致血管壁变薄 增加血管破裂的风险 同时也会对心脏和肾脏等器官造成损害 2.酒精 酒精被人们誉为血栓的大户 经常摄入酒精会对血管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酒精在体内会刺激血管壁 使血管收缩 血压升高 同时还会增加血液的粘稠度 容易形成血栓 除了对血管的直接影响外 酒精还会对肝脏产生损害 长期大量饮酒会导致脂肪肝 肝硬化等疾病的发生 进一步加剧了心血管系统的负担 此外 酒精还会影响人体的代谢过程 增加糖尿病 肥胖等疾病的风险 从而进一步加重心血管系统的负担 3.油炸花生米 油炸花生米也被视为血栓的大户 频繁食用可能会对血管产生不良影响 首先 油炸花生米中含有较高的脂肪和热量 长期摄入可能导致体重增加和肥胖 进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此外 油炸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 如丙烯鲜案和多环方丁 这些物质可能对人体造成损害 特别是对肝脏和肾脏等重要器官 其次 花生本身含有较高的脂肪和蛋白质 而脂肪和蛋白质在油炸过程中容易变性 导致其营养价值降低 同时 油炸花生米中的盐分也较高 长期食用可能导致高血压等疾病 4.动物内脏 动物内脏含有大量的脂肪 这些脂肪在进入人体后会被转化为胆固醇 而高胆固醇是引发动脉周样硬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动脉周样硬化逐渐加重时 会使得血管变得狭窄 血流不畅 从而使得血栓更容易形成 脑血栓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 它通常是由于血管中的血栓堵塞了脑部血管 导致脑部缺血缺氧 进而引发脑部组织坏死 而经常食用动物内脏等高胆固醇食物的人 更容易出现高胆固醇血症 这会使得脑血栓的风险大大增加 5.预防血栓吃什么好 这五个食材是脑血栓的克星 1.鱼类 鱼类富含欧米加三脂防酸 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血小板聚集和凝血活性 从而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 2.大蒜 大蒜具有抗凝血和抗血小板聚集的作用 可预防血栓形成 3.洋葱 洋葱中富含的硫化物和黄酮类化合物 具有抗血小板聚集和抗凝血的作用 4.红葡萄酒 适量饮用红葡萄酒有助于预防血栓形成 因为其中的多分类化合物 具有抗血小板聚集和凝血活性的作用 5.柑橘类水果 如橙子和柠檬 富含维生素C和肋黄酮 具有抗血小板聚集和抗凝血的作用 6.动动脚趾就可以防血栓 心血管医生王先生曾分享过一个案例 一位老太太因心梗被送到医院时出现了失颤症状 医生通过电击除颤和抽取血栓后才使血流恢复 在问诊中 家属称老太太每天都自己预防血栓 她每天都会通过动动脚趾来防血栓 然而通过怀泵练习来预防血栓是有一定条件和局限性的 怀泵练习是一种预防下肢静脉血栓的方法 通过将双膝伸展开 双脚往回钩 然后坚持几秒 使劲伸直 反复进行 每组五分钟为宜 这种方法比较适合长期卧床 不能下地的人 然而 对于普通人来说 光靠动动脚趾来预防血栓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想要更有效地去预防血栓问题 建议大家做好以下这四点 这样才可以更有效地去预防血栓 保护心脑血管健康 七 做好四点 预防血栓 一 保持水分摄入充足 充足的水分摄入有助于降低血液粘稠度 促进血液循环 每天至少喝八杯水 如果出汗较多 可适当增加饮水量 二 饮食调整 饮食中应富含维生素 矿物质和抗氧化物 如新鲜蔬菜 水果 全骨类食物和坚果等 同时 减少高脂肪 高糖和高盐的食物摄入 以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 三 适度运动 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 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 如快走 其自行车或游泳等 四 定期检查 定期进行体检和相关检查 如血压 血脂 血糖等 以便及时发现和治疗可能导致血栓形成的疾病 如果有家族遗传史或其他高风险因素 应与医生密切沟通 制定个性化的预防方案 总而言之 脑血栓是一种致残率高 康复率低的疾病 我们应高度重视 早期预防和治疗 以尽可能减少其带来的危害 因此 在日常生活中 注意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 尽量减少高脂肪 高糖和高盐的食物的摄入 多吃水果 蔬菜等食物 并保持锻炼身体的习惯 只有这样 才不容易缠上心脑血管疾病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都能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拥有幸福晚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